都飞蛋糕了呀 想得到没 我跟你说 你传话下去 就是叶千金跟我们叶家 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所有的客户 到我们意思集团来进货的话 全部给他们打折 到时候他一个声音都没有 迟早会来求我的 那个时候他想回来 我都不让他回来了 对呀 还是奶奶您恋爱呀 哼 想跟我斗 那个小鸭做骗子还愣着呢 对呀 那是谁呀 我那边有点 我都要点脸 哎呀 王军 天哪真舒服 这感觉啊 真的是太好了 平子在家 我就能吃不吃不顾吧 对 我现在啊 说一下可有一大天 亲切了吗 这不是我们新公司开业第一天吗 我都给那些老扣呼发行舔了 他们到现在还没来 我就不担心 他们会就不来 别担心 现在时间还没到呢 等时间到了他们就都来了 我总有考虑 今天会来很多大人 你就别开玩笑了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况且他们怎么会来我们的开业典礼呢 那些老客户能来啊 我都很感谢了 等着吧 琪琪 我已经让管家跟那些富豪版的招牌了 等一会儿就会给你个大大的进行 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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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干什么 哎呀 我说二婶 你也太没礼貌了吧 我们来了你都不欢迎一下 把脸色给谁看呢 你们是哪个人冲啊 用得着给你们好脸色看吗 冲气 儿媳妇有任何婆婆说话的吗 你们不都把我赶出叶家了吗 现在又在这儿摆婆婆的威风给谁看呢 你在这儿有人理你们吗 你 你 你叫婆婆 一姐姐 你就是你妈妈这个妹妹啊 你也太不笑了 我妈说的没错 你们都已经把你赶出叶家了 混账 你身上流在叶家的血 你身是叶家的人亡 死了叶是叶家的鬼 你说话也太搞笑了 前几天把天心赶出家 还没说你们有没有赶 现在又是天心生死叶家 都有死属叶家的鬼 你这不是自己的死属叶 哎呀 我说你这废物东西 关你什么事啊 都闭嘴 哦 我知道了 该会不会是你们叶家好比起战 现在又怎么来求信息 你 你胡说什么呀 我们叶家加大叶大 会好多挣那点钱 我可是第一次要全体租人 那是本少爷想换辆车 跟业少爷想换到什么豪车呀 什么时候停车并服了没有 改天开出来 让我们大乡开这养钱 关你什么事啊 你破工地搬出案的 你关好你的破点 明白吗 真是死鸭子嘴硬 好了被传接说了 今天是我们新公司开业典礼 我劝你们还是赶紧离开 也影响多个 叶青青 叶青青 你不会真的以为 就你这没什么名气的破公司 会有人来捧场吧 这是我的事 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们是来祝贺你的吧 实话告诉你们 我们已经和你邀请的那些人 都已经打过招呼了 他们一个都不会来 你说什么 没错 今天我们就是来看笑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一个客人没有 夜还怎么开 我说你们也太黑心了吧 我们都和夜战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们还在背后坑我们 看我们混得不好 你们开心了是不是 二世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我们呢 也是不想让那两千万打了水漂 也是为了你们好 说来说去 还真是打我们这两千万的鬼业 你们夜战人可真是诡计多端 什么坏嘴都想得出来 夜战不要跟这个婆婆 让我一口识 你的老东西说谁是婆婆了 清清 你是个懂事的 你应该知道 开一典礼上 要是一个人都不来的话 你的工作是开不下去的 我夜啊 你是夜家的人 再给你一个机会 哦 什么机会 你把这家公司给关了 继续回夜家工作 我会在公司里 给你安排一个职位 年轻百万 总共你一家人生活了吧 你要是继续要坚持开这个公司 等两千万赔完了 你可就破产了 那我们要是把公司关了 这两千万资金该怎么处理呢 前面是我们夜家的人 两千万当然是由我们夜家处理了 这两千万在我们夜家可以发挥的更有价值 就是 不然她夜清清凭什么年轻百万呀 是吗 够了 既然你们这么看不起我 那我劝你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 你这是借钱我们走吗 没错 这些赶紧离开你们这些费气的人 赶紧走 轻轻参与冰箱 你们就想让她搬公司 这什么雷头啊 我们亲家可是文化人数字高 她可不会实际说赶紧走 我怎么一样了 这是怎么办 我可要动手了 奶奶你们都是鬼吧 那谁是什么东西 就死了 怕她干什么 她就一个人 还能对付咱们三个 你们当我傻 我可不可以自己动手 顾紫菜你跟我过来 来了吧 这废物干什么都不行 有的是力气 你们要不和她比划比划 我又不是你的保镖子还是 你给我闭嘴 赶紧把这三个 穿梅的东西赶紧赶走 耽误得轻轻开业 我拿你四问 行 知道了 你们还不滚 你 你可想好了啊 我们要走了 你这废物丝处里没人了 有没有人跟你 没有什么关系啊 只要我在这儿 全是个富豪 都会过来给轻轻信任 我呸 你就吹吧你 就你能认识什么富豪啊 你该不会把你 公地上公友的叫做废场啊 就是 我猜又不给她 你就是个废物 什么都不会 就最高 前几天还说自己是手术呢 那这几天 又来说自己是全是个富豪了 我看啊 你是把公地上的浓宜公全都叫来了 那可真是全是个笑话了呢 我说两句 什么富豪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 怎么邀请啊 嗨 我是清清啊 你看 马上就要中午了 你啊 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 你还是安安心心的来公司上班吧 要不在这儿丢人心 你干脑了 你懂的 什么 金屋 那个是本市废话的房子 展成了老板的吗 他进来了 肯定是来给我们清清做客来的 清清 你怎么能送那个军人 你怎么能送那个军人 你怎么能送那个军人呢 哼 前几天呢 我刚刚认识了一位 金屋地产的女友里 据说他跟金董的关系过来 一定是他在金董面前提起过我 所以啊 今天 嗯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你啊 等我 有了金董的支持啊 我可就要为皇城堂了 放心吧 金董 顾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哎 我没吃到吧 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 今天是我老婆夜轻轻的开业典礼 我顾客人啊 年轻有为 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啊 谢谢金董之言 哎呦 金董 您怎么来啊 咱也能聊吧 以您的身份 这样这句话不合适啊 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没看见我和顾先生顾全说话吗 我是叶家的叶平 哪金领没跟你回过啊 什么您今天哪金领的 我不认识啊 我今天是专程过来祝福顾坟开业大吉的 妹妹啊 这个真的是来祝福你的吗 哦 您是 哎 我是亲切人吗 顾坟人吗 不就是顾先生的丈母娘吗 你好你好 您这么年轻漂亮 和顾坟站在一起 就像小姐妹一样 真的吗 哈哈哈哈 哥 你说这事情不就产了金领吗 我看啊 那真是假的啊 怎么可能对他们一家人 像是这个样子 哪有大老板的样子 我看啊 就是假的 就是请来的演员 不然 以他们一家人 怎么可能请得到这种大人物 来那东西拿过来 这是我背的一份玻璃 还请购夫人收下 清清 这是金领的一片心意 就收下了 对对对 赶紧收下 这次金领的礼物 肯定很贵 那这七个金领 耶 金青 人家金领送了礼物 也打开 让我们见识见识呗 叫我贵人 因为金领送了 是收价上面的大 这性格的礼品 肯定无一帮呢 这当作差礼物 我怕是有点不太礼貌吧 干不贵是不敢的吗 我看啊 这就是你请来的演员 说不定胡子里啊 什么都没有 整个江城 谁请得起我这个演员呢 谁敢冒称我 有本事你就打开 让我们看看演员 优优独播剧场——